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千古绝尘是以上谷和白绝为主线 沈隐是以上谷和白绝的儿子元启和凤凰圣姬 凤隐为主线 在千古绝尘的大结局 天启和月迷成为了很多观众的一南平 而白月范兴正是以月迷的转世 白硕和天启的转世 范月为主线 而上谷 白绝 元启和凤隐则是副线 白月范兴讲述了将军府的妖女 白硕 因在年幼时曾被天启所救 长大后决定修仙报恩 奈何白绝虽是月迷的转世 但其身上并没有月迷的神识 所以毫无先机 修仙之路困难重重 一次机缘巧合 在寻仙的途中 阴差阳错 救下了妖族大神范月 两人不打不相识 分外投缘 只是白绝不知道天启早已不在 而范月正是天启的转世 那么两人在这一世 能否迎来Happy Ending呢? 我们会在剧方有开播消息后 告知大家 记得订阅我们哟